中和公所办理许多活动 希望让市民朋友的生活多彩多姿 而近期也将在10月28号 在公所的六楼大礼堂 举办亲子同乐会的活动 希望借由游戏的方式增进亲子关系 少子化是国安问题 确实因为我们国人 现在大概观念上改变 每个家庭现在目前的人口数确实少 我们希望透过这次亲子同乐会 我们希望我们新北市籍的 我现在满二岁到三岁的小朋友 可以参加我们这次11月28号的亲子同乐会 那我们中和有很特殊的一个部分 就是我们的新住民很多 当然新住民是我们的国人的一部分 我们希望说透过这次活动的时候 也让我们新住民的同胞一起来参与这个活动 活动内容包含宝宝滚球去 及居家发展游戏体验讲座 希望借由游戏的方式增进亲子间的关系 让感情更加融洽 凡是涉及新北市 而且家中有二到三岁的宝宝都可以报名 新住民宝宝优先登记办理 即日期可以到中和公所二楼登记报名 五十组额满为止 区长陈锡辉邀请有兴趣的市民朋友 报名参加